早安气象时间 今天上班完就开始要放三天的廉价了 所以大家一定都很关心 这中秋廉价到底天气状况如何呢 首先就要透过地面天气图带您来了解 可以看到台湾的部分呢 现在是未处于这高压的边缘地带 而北边呢刚好有一个封面来通过 环境风常是吹偏东北风的情况之下 所以北部东半部地区水气会偏多 而到了礼拜日之后呢 这一波高压会继续地往东移动 可以看到后方有一个更强的高压带 而且呢还会带来冷空气 这北台湾呢会变冷 一直持续到下周一为止 而这个高压呢还笼罩在台湾之后 到了下礼拜二 这个冷高压才会继续地再往东移动 离开台湾 但是就会改为南边的低压带 会影响下周台湾的天气走向了 那么中秋节最重要的就是要赏月了 这个就跟云层的厚度很有关系 所以呢通过雨势图就带你来分析一下 今天呢一直到礼拜六为止 东北部的水气会持续在增加当中 可以看到整个大台北地区 还有东部地区宜兰花东这边 都笼罩在雨势的范围之内 而且一整天恐怕都会有 断断续续的降雨情形 那这段时间呢最主要的降雨 还是以中南部山区的午后雷震雨为主 如果持续的时间不会太久 到晚上就会停了 有机会可以看到满月 但是呢东北角这边雨量比较多 赏月的几率就偏低了 再来进到廉价的尾声 礼拜日以及下周一的时空呢 东北季风还会再持续增强 可以看到宜兰还有花东这边 雨势都明显变大很多了 而且范围也会变得更大 而气温上也受到了影响 可以看到原本这个气温啊 桃园以北是34度左右 但是到了周日之后呢 掉到直线下32度 而这个东半部地区 更是掉到直线下30度为止了 不过其实这一波东北季风 并不是很强 吹不到中部这边来 可以看到桃园以南呢 这边一整天都是没有雨势的情况 整个廉价都是维持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而到了下周二之后呢 东北季风减弱 全台湾的天气才会开始 慢慢的回稳当中 接下来关心到今天的天气状况 现在的户外及时温度 要带您看到台北地区 大约落在了27度左右 华东地区呢 则是26到27度 而这个台中地区 现在27度 南部地区呢 则有26到27度的好天气 而今天各地的高温 大约是会落在31到34度中间 而低温呢 则是落在25到28度 是偏凉的 要特别注意的是 气象鼠针对了苗栗发布了高温 橙色警讯 代表很有可能会出现 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 这样的气象啊 实在是非常容易中暑 所以一定要提醒 苗栗的观众朋友 中午前后的话 非必要是不要进行外出活动的 而今天的降雨情形 还是以中午的午后雷震雨为主 这山区呢会开始有降雨的情形 而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呢 在台东宜兰花莲在晚上之后 才会慢慢的出现雨势 而且呢会一直延迟到这个隔天的清晨为止 最后气象小丁宁要带您看到 今天东北部地区有不定时的局部阵雨发生 出门不要忘记多带一把雨伞 而今天呢刚好是10月2号大潮的期间啊 新北跟云林沿海低洼地区 要注意防范海水豆冠 而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也是廉价的第一天 北台湾滑东地区雨量偏多 有这个户外烤肉的计划 也要多多留意 另外呢赏雨的几率可能也会偏低 以上是这一节的气象资讯提供给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